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福州市的市面情况 带着你一起在福州走走看看 我住的酒店后面就是北厚街 这个北厚街一带是非常贴地气的市井生活 非常多的小店,一大早起来很多人在这里买菜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杂货店 卖一些香菇,白沫耳,黑沫耳,腰果,花生,绿豆等等 另外还卖一些油盐酱醋 看看这个小菜店,哇,地上那个笋看着流口水了 还有很多丝瓜和新鲜蔬菜 我看了一下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这个是卖小海鲜的摊子 看到前面这些鱼了吗 这些鱼我们叫做熟鱼 是海浦的,捞上来后用盐轻轻的腌了一下 然后蒸熟了 买回家后洗干净,用小火煎一下 早上的时候吃稀饭就着这个熟鱼 别提有多美味了 这个是卖新鲜鸡鸭的摊点 活的鸡鸭都关在笼子里 你看好哪一只,指一下 摊主就要帮你拿出来,献杀献去毛 你看看这只大公鸡 想想看我们人类还真是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 另外还有很多卖肉的小摊点 看看这家水果摊和肉摊一人占了一半 虽然是9月份天气还是非常炎热 这些摊点的摊主都搬着椅子坐在人行道上 因为走出来的时候是比较早 这个时候才早上六七点钟 所以我有点饿了,想找一个地方吃早餐 来到一家小店,点了一碗扁肉 汤头非常好 这家还卖瓦罐味汤 我其实非常想来一罐 因为印象里小时候这个汤是非常的鲜美的 可是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想了想还是算了 我和店主商量了一下能不能拍个视频 他们非常的客气 瓦罐味汤的原理是把装有食材的小瓦罐 一层一层的放在一个大的瓦罐里头 再用木炭恒温位置6个小时以上 我看了一下他们这里用的是煤 不是用的木炭 现在可能很少用木炭吧 因为罐里头用的是热量的传递 避免了直接保炖的那种火气 喂出来的汤是清澈透明的 鲜香醇浓滋补不上火 非常的好喝 我印象里有排骨汤、瘦肉汤 当然还加了一些饱汤的材料 我不是很确认有没有羊肉汤 因为我自己不吃羊肉 所以没注意过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非常有特色的老百货商场 你走进这家西湖百货商场一看 真的会以为自己是穿越了 这家百货商场老的名字叫北大商场 应该是福州唯一一家现存的老百货商场了 里面各种传统的日用品都有 从针线、扭扣、插头、高压锅、热水瓶 另外我还看到了老式的百雀磷雪花糕 还有那种嘎啦油 很多商品在市面上不太容易看到了 这个棉被套 另外还有非常多漂亮的小花布 我还记得我以前走很远 专门到这家店来买小花布 因为它们品种还是比较全的 价格也非常合适 那些在和店员讨论裁一条睡裤或者一件衬衫 需要多少面料的老一把老一母 真是感觉太亲切了 我小时候家里住在福州靠近西部郊区的地方 吃过早饭我就想回到那里去看看 顺便到了一下西禅市 西禅市名列福州五大禅林之一 也是全国的重点寺庙 当然福州的古山永泉市也是非常有名的 不过我这次没有时间所以没有去 古叉的大门上刻着一幅对联 历树四朝传颂代 终生千古响唐音 据说这个是清代常书家周连撰写的连句 点名了西禅市是唐朝的古市 相传南北朝时 炼丹市王霸住在这里 炼丹成药点食为丹 每逢饥荒年间 他就靠卖药卖金换米来救济穷苦百姓 后人在他的故居建起了寺庙 这座寺庙现在也非常有规模了 我每次回福州都会到这里来看一下 因为小时候就住在这个附近 放学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玩 这个寺庙里头现在有天王殿 大雄宝殿法堂 长津阁 玉浮楼 以及客堂 禅堂 方丈室等等 大大小小的建筑 38座 占地7.7公顷 我记得小的时候这座寺庙并没有这样的规模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我在小的时候 他带我来到这座寺庙很多次 和方丈一起探讨 关于佛教以及历史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小听不懂 但是留着长长白胡子的慈祥的方丈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禅室里头还珍藏了 康熙玉笔药师经 清代壁画等等 因为西禅室在海外九复圣明 室内玉笔楼专门供奉了海外侨胞捐赠的两尊玉雕佛像 一尊是坐佛 身高2米3 是斯加木尼的坐像 另一尊是卧佛 身长4米 重10吨 是斯加木尼的卧像 观音阁里还供着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用29吨黄铜铸成的 始建于唐朝的福州西禅室 在建世之初就种了很多很多的荔枝树 这里的荔枝 诗会形成禅地的独特文化氛围 远近殖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福州是一个盛产荔枝和龙眼的地方 庙里的石雕龙柱非常精美 这些石柱应该是非常有年代的了 以前没有被这样保护起来 可能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吧 我记得小时候放学以后 在这里玩 很多小朋友都顺着这个柱子往上爬 我是比较笨的 怎么也爬不上去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福建的石雕是非常有名气的 从寺院里不同地方的石雕 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精美 9月份的福州还是非常的燕热 在西禅室看着这些精美的建筑 看着县乡鸟鸟的环绕着柱羽 顿时觉得心中的杂念都被净化了 这里的人一直不多 非常难得找到的市区内的清静之地 你要是去福州 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到西禅室看一下 这里还有很多古荣树 长得非常的大了 树下面很阴凉 可以在这里坐一下 休息一下 真的感觉是非常清静的地方 看一下放生池里 很多很多的乌龟和鱼 还有人在喂 安安静静地烧上衣柱香 祈祷家人朋友 健康平安 回到市区以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我怎么觉得这个广场舞越来越有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意思了 好熟悉的歌声 下一集我会带大家走走看看南后街 还有福州的上下航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énom Dynamic 我们下集再见 fem